原标题 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男人,而他们也没有一点男人应该有的气概。 但是凡事都没有绝对,历史上就出现过几位太监猛将,说出来,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太监也能当将军吗? 下面就给大家来介绍几位宋朝时候的太监将军。 第一,童冠说到童冠,或许很多朋友都是从水浒中认识他的吧,水浒中,童冠被描写成了一个奸臣,但是在正史中的记载却不是这个样子,正史中当年讨伐芳辣的,根本就不是梁山的功劳,其实就是童冠的功劳。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,童冠喜家的并不光彩,小时候为了毛针鹿,就投靠了大太监李县,自己从最底层的太监开始做起。 由于童冠特别擅长察言观色,所以很快就不得了主上的好感和喜爱。 不过,童冠真正掌权,则是借助全乡菜经的推荐,对宋徽宗重用。 童冠因为收复四周有功,回来后,地位便一路直上。 不过,童冠掌握军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,最突出的还是平定方拉一战。 第二,李县李县,起初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太监,而他人生的转机,则是在赵旭执政的时期,当时宋朝被西夏以及辽国不断的侵犯。 而此时,这是李县帮助皇帝出了很多注意。 正是因为如此,李县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了转机。 公元1068年,为了对付西夏,皇帝就派李县去协助一起攻打下。 李县在出发之前干了两件事,首先就是把皇帝刺给他的皇旗挂在士兵的营门口, 还在上面写了字,意思就是告诉士兵旗子就代表了皇帝,希望大家勇敢作战,结果士气大战。 第二件就是让士兵烧毁了自己的兵营,表达了和敌人死战的决心。 这次战役在李县的带领下拿下了胜利,而李县后来一生中也,是经历过大小十几次战争,功劳卓著,有胜有败。 但是,作为一个太监能有此军功,足以傲视其他人了。 第三,秦汉如果看过他记载的朋友们,一定会对他表示惊讶,因为秦汉可以说是太监中的完人,更是一位名将和忠臣。 秦汉一生低军事战绩可以说非常辉煌,当时哪里有战士,他就会被派到哪里去,比如和辽军对战时,秦汉就被派去和辽人交战,秦汉和他的部队曾经冲杀辽人上万名,取得了累累的战功。 其实各朝各代,有那么一两个战力爆表的太监都不稀奇,比如,唐朝的杨思绪啊,明朝的刘永成啊。 话说,刘永成为明朝时御马兼太监,为人比较的忠贞谨慎,因为善于骑射,后被封为偏向,明殷宗九年时,与成国公朱永帅骑兵,数岸征战物粮哈,镇守干粮,最终升勤其主帅,后来辞官归隐,在其死后,还被追封为伯爵位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